中东的局势会不会因为地道斩首 你来我往互相以牙还牙而进入全面失控呢 哈马斯领袖辛瓦遭到斩首之后 他在地底碉堡的豪宅也全面曝光了 他躲在这里面 策动了去年十月对以色列囤捆区的大屠杀 在这里设施就完备让人瞠目结舌 而哈马斯是不是也被杀怕了 他们领选出新的领袖身份保密到家 就是避免再被斩首 而说到斩首以牙还牙 哈马斯更释出了炸死以色列上校的画面 这段画面的意义是 这是开战以来 以色列牺牲的最高阶的军官 现在伊朗也开始有动作了 他透过他们驻联合国的大使 把伊朗的这个信函交给了联合国 控诉这个美国 就是你美国纵容 然后帮助以色列 然后让以色列想要报复这个伊朗 而且在中东掀起这样 可能全面性战争这样一个攻击的危险 让你拜登全部都知情 结果其实拜登后来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也老神在来说 是啊 我了解以色列是要如何去报复伊朗 要怎么样去回籍 但是细节我不能告诉你们 所以当伊朗已经开始用这种台面上 把这个美国的这个事情 还有跟以色列站在一起 讲出来的时候 这对他们有没有帮助我跟大家讲 情况好像没有办法挽回多少 因为呢 现在包括哈马斯 他自从辛瓦被这个击杀了之后 那到底现在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 由谁来继承呢 哈马斯的领导人 据说明年三月才会全面改选 那现在是有五个哈马斯的这个 高层还有一些人 就五个人组成暂时的管理委员会 要把这个权力过渡到明年三月改选 选出新的领导人 但这五个人是谁呢 很抱歉 不能告诉你们 为什么这么保密 你看那个影片 以色列都公布了 那个阿拉伯语的这个骨牌 那五个人万一其中一个 成为下一张骨牌怎么办 他就会被斩首了 对啊 或者是五个人 如果名字一公布 五个骨牌都倒掉怎么办 所以 现在也蛮 也不是能说破天荒 因为之前就有潜力 只是说基于安全考量 哈马斯就把这个新领袖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 把它保密起来 已经到了十面埋伏 风声鹤唳的地步 但你以为哈马斯吃素的吗 当然没有 来看看他今天释出的这段 反斩首的画面 哇 招招见指以色列 你敢杀我一个人 我一牙还牙 对 这也是在这个以色列 这个公布了新瓦被击杀之后 哈马斯也透过他们自己的 去拍下来 据说是在北加萨的这个画面 当这个以色列国防军 在这个清巧哈马斯的 武装分子的时候 哈马斯呢 就在里面炸死了一名 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的军官 据说这个军官呢 是一个上校 一个旅长 他当时随着以色列的地面部队 在加萨北部的这个难民营 去打击 结果没想到这个 遭到哈马斯去锁定 这些以色列军方的目标 然后对着以军的坦克 就进行这个 在坦克那个附近爆炸 然后当场炸死了这个坦克 旁边他里面的一个上校旅长 然后呢 这也是哈马斯最近这一段时间 攻击回击以色列以来 以军死亡最高级别的军官 但你看看 哈马斯不断用这种方式 想要跟这个 对以色列产生一种威责 以色列也公布了 他们在击杀这个新瓦之后呢 新瓦长逆的地方也曝光了 你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是独立的卫浴设备 你就算在我们台湾 大台北地区 你说要租个房子 或租个地方 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卫浴设备 都不容易 何况是在这个加萨走廊 他的地下碉堡 还有密密麻麻的坑道里面 而且不只是新瓦 新瓦的水户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水户 他都有配备 这样子独立的卫浴设备 然后呢 非常整齐 跟一般我们地面上所看到的 那种混乱 战场上的 那个完全天壤之别 然后呢 新瓦还有这个 现代化的淋浴间 而且房间里面有保险箱 保险箱一打开 里面都装有 大量的这个现金 还不乏这个美钞 还有以色列的这个钱币 那里面还有 甚至香水 还有一些卫生用品 你想想看打仗还会噴香水 你就想想看 你的这个老百姓啊 在这个加沙走廊的地面上 遭受这样空袭轰炸 那是钞票吗 对那是钞票啊 哇这样沉叠沉叠 跟诈骗集团 冲现场一样 刚才保险柜 全部都被揪出来 你看这香水 有没有看到 所以非常极其讽刺啊 你上面有多少民众 无辜民众死于空袭 或者是连这个 一餐饱饭都没办法吃 你在这里吃香喝辣 对 然后还被贴 还被发现说 它里面有这个口粮 口粮上面是联合国的 这个运送出的 这个人道物资 上面还有联合国盖的这个戳机 就联合国 它的一个巴特斯坦难民营 标签了口粮物资 那除了这个口粮 这个是救命的 对 不吃口粮 它可能会饿死 结果大量的囤积在 它的地下豪宅碉堡里面 难怪以色列要封锁他们 也就是说 怕他们去偷这些灾民的这个口粮 然后继续还可以活得下去 另外给大家看到 以色列眼中 另外一个死敌 也用尽一切方法 要打死他 要灭他党的就是 真主党 黎巴嫩的真主党 我们前几天说到 中国的维和部队 在那边跟联合国的这个维和部队 在一起 然后被这个以色列攻击到之后 他们迅速躲到地下雕宝 然后后来有人就问中国说 你们是不是在包庇这个黎巴嫩真主党 中国方面是解释说 没有 没有这么做 我们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成员 可是我们在这边驻扎在这里 黎巴嫩真主党要做什么 我们管不到他们 我们也没办法约束他们 这关我们什么事情 可是后来被这个以色列军方 似乎有打脸到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军方在发射了 这个火箭弹攻击他们之后 他发现了其实 虽然中国说 他不能去干预黎巴嫩的真主党 做什么 包括火箭攻击以色列 但是呢 他也不能阻止 他的隧道建设 但被以色列发现 里面竟然有中国的反战车飞弹 还有这个容易让这个一般士兵 便于西行式的那种防空飞弹 像吃针飞弹那一种 那你是暗中救权他 你当场被打脸了 也难怪现在以色列很火大 不管是谁帮助了这个 那个真主党黎巴嫩 我就视为你们跟他们的同盟 我照打不误 斩草药 除根 大蛇 打七寸 今天第二天 我们继续追下去 发现不得了了 现在以色列他要追击真主党 痛打黎巴嫩的重要据点 很多我们真的看不懂 我们这次觉得 怎么这么不人道 连这种地方你也打 为什么不得了 打下去 下面是另外一个世界 没错 现在就在讲说 以色列为什么要全面空袭 这个贝鲁特黎巴嫩的 这个首都这个地方 尤其在贝鲁特南方 有许多这个 小华尔街支撑的金融机构聚集地 这些地方呢 就是以色列真正要打击 这个真主党的 这个断他银根 抽他金流的这样一个 重要的目标 因为光是这些金融机构 你知道吗 在这个黎巴嫩 整个黎巴嫩有30间左右 可是在贝鲁特呢 就有15间 那怎么样去让他们的金流 能够帮助这个 黎巴嫩的真主党 然后用来对付这个以色列 据说伊朗每年 都透过这个中东其他地区 现在叙利亚 比如说换 把伊朗的货币换成美金之后 每年就提供好几亿 上亿元美金到 十亿元美金以上 然后送到了这个在叙利亚整个换成美金 然后送到了这个黎巴嫩 那黎巴嫩在过程当中 再把他用手提箱 满满的运到了这个手提箱里面都是美金 然后拿到黎巴嫩去交给真主党 那这些里面有什么东西 包括给黎巴嫩买军火的钱 还有包括黎巴嫩士兵 这个真主党 真主党的这个成员 他们也要薪水啊 一个月500块美金啊 大概16000块台币 生活物价水平 还有他的这个 这个薪水 算是在黎巴嫩当地还蛮高的 然后每年运送到他们之后 可以维持真主党的运作 还可以做他的一个军事设施的维护 所以这些真主党的这个金流的 这个金融机构 当然成为以色列的这个目标啊 而且他们每年据说 他存放超过5亿美元 好几公顿的这个黄金 他呢可以每年贷款5亿美元出去 所以这些被李瑟列锁定的 这个金融机构也成为以色列认为说 就是真主党洗钱的地方 我就是要断他们 所以就要去打击 要去轰炸他们啊 最明显也最受 饱受争议的目标 就是我刚刚说的 连这种地方你也敢打医院 以色列为什么挑中 黎巴嫩纪念的这一所医院 往里面往实力打 猛炸烂炸呢 就跟以色列当时在加萨走廊 会去炸这个医院一样 然后他们就会说 哈马斯人躲在下面 那同样的状况 真主党是不是也在这个黎巴嫩 在贝鲁特的这个医院里面 以君的发言就有提到说 他们现在在持续打击 哈马斯的金融资产 他们不会随随便便 把医院当作攻击目标 可是他们发现 那个医院底下的碉堡 就是纳斯拉勒下令建造 而且这个画面 你看看往下面一看 另外一个世界 因为真主党会做的事 你以为哈马斯不会做 所以哈马斯有这样的状况 真主党其实也会互相交流 所以纳斯拉勒当时 还在申请曾经下令 在医院下方 医院做一个掩护 下面就建造一些碉堡坑道 至少存放我刚刚讲的 总价值超过5亿元美金的 这个钞票 还有许多的黄金 就放在医院的下面 当然成为以色列 要去攻击他的这个目标 以色列宣布 已经精准斩首了去年10月 发起对于 托肯区的以色列人 屠杀式攻击的 哈马斯领袖辛瓦 已经确认过身份 他已经被斩首了 我们说过辛瓦 他担心铺路位置长期以来 只用纸跟笔 他是怎么被发现的 又怎么被斩首的 原来 哈马斯在地道当中 躲得好好的 是不小心被捞到 经过以色列的AI系统 判定 就是他 直接下达居杀令 今天我们最好奇的 第一个问题 为大家来解答 以色列的AI狙杀系统 有多恐怖 跟辛瓦的这个被杀 有很大的这个关联 我先跟大家讲 以色列的国防军发言人 最近在这个网路上 他又公布了 用阿拉伯语 最新的一个骨牌的影片 骨牌的影片 泱泱沙沙 你去细看他每一个骨牌上面 都是熟悉的面孔 包括曾经这个哈米尼 还有纳斯拉勒 真主党的领袖等等 这个是墓碑吧 你说是骨牌 我觉得像是死亡笔记本里面的 墓碑啊 我看的时候也有那种感觉 但是他其实是做一种 骨牌的效应 只是那种骨牌的形状 真的就像是墓碑 然后接着你看他 一片一片的倒下来了 而辛瓦就是最后 被推倒的那一块骨牌啊 而辛瓦在这一次的 这个以色列最新证实 释出的一个讯息里面 这段影片 特别把这个人形的这个 标记出来 就是告诉大家 这是辛瓦 辛瓦就是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 他是在八月接替这个哈尼亚 在这个伊朗的德黑兰 被杀了之后呢 他马上就接替了他的整个 哈马斯的这个政治领导人 据说也是去年十月七号 以色列被这个哈马斯 整个恐攻啊 主要的这个策划者 那以色列势必要追杀他 到这个天涯海角 这次总装以色列的国防军 如愿以偿的 以色列公布他死前的空拍影像 可以看到 有一台小小的这个无人机 在拍摄了这个画面 当时辛瓦死前 还对着这个无人机 要丢一个木棍 还是丢一个东西 没有丢到 那最后就听到一个枪声 蹦 他就被击杀了 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画面里面 辛瓦坐在那个椅子上 他往后看 这个视角 我们的视角 是无人机的视角 对 他对着无人机要砸木棍 要破坏这个征搜的无人机进来了 进到废墟里面 他人在里面 而且他蒙面 他可能脸遮住了 只剩下眼睛 眼睛或者是脸 整个比对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蹊跷 因为以色列建制了 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库 再加上我刚刚说 辛瓦他能够当哈马斯领导人 但是他之前也会关过 他坐牢总是有激震 总是有他的齿磨这些东西 在以色列都建立他的DNA资料库 所以无人机拍的画面 去做一个面容的比对之后 再加上他的生物激震 整个冰狗 确定他就是辛瓦 所以这一切 看起来好像是意外的遭遇 但是也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所以这极可能是 进到了废墟 发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要对以色列的 征收无人机来发动 攻击丢木棍 结果以色列先下手为强 把这个人先干掉 干掉之后 我再拿着所有DNA 或者是齿磨的生物资料库 里建档的一比对 哇 抓到大条的居然是辛瓦 没错 所以刚刚讲到了这个无人机 它的建功 就是在类似这一种 前线探测的这个无人机 那这一种其实是源自于美军 它总共 它的英文名字叫FD100 它总共一二三型 它很小吧 手掌上这样就可以握得到 大概一个手掌 16.6公分长 然后2.5公分宽 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它里面要装上这个飞行动力装置 还要装上多具的摄影模组化 还要包括它的一个整个征收系统 等等要容纳在这个里面 我跟你讲 据一下 这一台你看十几公分长 2.5公分宽而已 对 一台它是要价70万新台币啊 它在贵哪一国的啊 它就是这么贵 一台车的价格啊 而这个东西呢 它可以产生清楚的这个侦察影像 重量虽然只有32公克 但是它续航力可以达到25分钟 有的人说它可以在这个视线良好的时候 从1600公尺外遥控 但是最好是在500公尺里面遥控的这个 侦察的更精准 而它可以这个把它的侦察的画面 传送到3公里以外 所以你看小小的这样一个黑黄蜂 以色列军方很早就配备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前线的士兵在搜查的时候 它可以去用 而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 过去啊曾经在落入叙利亚的这个 叛军的这个手中 为什么叙利亚叛军会有拿到 因为之前在围剿ISIS的时候 叙利亚有一个三不管地带 那个区呢有俄罗斯的军队在那边 也有美军的军队在那边 美军跟中情局合作 它总要去侦察吧 所以它大量配备给美军这种黑黄蜂的这个系统 然后呢结果没想到 可能是因为它在操纵的时候 已经到没电了 没电的时候自然动力就丧失了 被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反抗军给捡到了 他们就拿起来 拿起来去研究 想必也会送去给俄罗斯这个分享 但不管怎么样 以色列就是有很多这种黑黄蜂的 无人机侦测装备啊 我们刚想到的一个剧本 Plan A 是先下手为强 之后一比对发现抓到大条的 另外Plan B 第二个推测让人更是头皮发麻 因为下达居杀令的不是人脑 而是AI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一次摩萨德他就有讲 因为跟这个以色列军方 我军的这个遭遇啊 完全是偶然 并非特殊行动 他们居然可以根据AI去判定说 他们要狙击的目标 和射杀的目标 所以呢 以色列在去年10月之后 利用了这个AI的技术 打击了加萨地带 总共一万一千多个目标 一天之内 甚至他可以摧毁了150个这个隧道 跟过去不一样的是 以色列军方跟情报部门 他们就有提到 有90%的目标 就是即时产生 而且被打击的 以色列政府啊 他透过AI 有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 红蓝 蓝狼 还有白狼 俗称三狼系统 那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地区 不同管制的 他们需要管制的目标跟人 然后用AI去判定说 哦 除了这个人脸辨识之外呢 甚至我刚刚提到的 就算你蒙着这个面罩 只露出一双眼睛 他整个做一个 各式各样的这个避震 他的一个生物积震 跟面貌的这个特征 甚至他整个拍这个人 他的系统进行 整体的一个辨识啊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 黑黄蜂这么小的 长上型的无人机 它飞到了所有 征搜的地方 你不要以为它 乱枪打鸟 没有 它分分秒秒 好秒之间 你看这几个字 它这么形容 90%的目标 是透过及时产生 并且打击 下达拘杀令 怎么比对 怎么下达拘杀令 全部是AI 讲到了AI斩首 这里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而且抓大咖的 而且保证 我要你的命 即便坐在你旁边 不到半公尺 我都不会动到他 一根寒毛 怎么这么准 这就是你刚刚在讲 有没有潜力 当然有啊 你要不要忘记 2020年的时候 伊朗有一个著名的核武发展的科学家 法赫里扎德 法赫里扎德 他当时被这个射杀 那很多人当时 那时候都说 是不是以色列派的特工 摩萨德还是谁 在那边爆发枪战 伊朗一开始 对外的讯息也说 对啊 当时这个枪战 薄火多激烈 结果到最后 真相是什么 我跟大家讲 哪来的枪战 哪来的薄火啊 他们就是根本在现场 遭到了这个高科技的AI拘杀 为什么 你要知道这个科学家 法赫里扎德 他是伊朗非常重要的人 在他之前 已经死掉了 四个重要的 跟核武有关发展 因为伊朗一直想要 积极发展核武 他的科学家 都被以色列派出 摩萨德的人给干掉了 对 那所以后来 这个伊朗怕 这个法赫里扎德 又被杀 所以派了 十几二十个 这个随护啊 这个算是特勤人员 去保护他的安危 当天他被杀了那一天 他是跟他太太坐着一辆车 是其中一辆 总共三部车 前后两部都是随护的车辆 他是在中间 那他们在出发到这个德黑兰的一个近郊的路上的时候 突然 第一辆车随护车啊 就被这个开枪 然后有人说甚至被撞还是怎么样 反正发生事故了 之后呢 他们就停下来 然后呢 马尔里扎德跟他的太太也下车 他的随护也下车 现场根本没有 像一开始伊朗官方宣称的 有什么部队在那边埋伏 或是没有 就是在150公尺外有一辆皮卡 皮卡上面架着一体机枪 机枪是AI遥控的 而且是由卫星定位 卫星来控制的 那机枪里面射出了这个机枪弹啊 据说都打中了这个法赫里扎德 而且他身上中的138子弹 全部都是这个 透过那一个AI机枪设定之后 打中他的 他太太当时就在这个法赫里扎德的身边 离他只有25公分 他太太好把未伤 没有伤到他 但是呢 法赫里扎德跟他保护他的这些水户啊 几乎都命上这个AI机枪底下 所以后来 大家才戳破了伊朗的谎言说 哇原来以色列可以透过这种高科技 用卫星定位他的这个位置之后 再用这个远距离的这个遥控 然后透过AI机枪 当时确定了法赫里扎德 因为他下车了 AI的这个机枪上面 他有脸部辨识系统 确定了他就是法赫里扎德 直接开枪把他干掉 这就是过去曾经发生过 AI机器人 AI的这个机枪杀人的事件 成功的案例 冤有头再有主 如果说今天的中东危机 一切都是根就于去年10月的 哈马斯对以色列屯肯区 发动的屠杀式攻击 好了 现在他们的领袖 也被你斩首成功了 所以我就问 斩首了新瓦之后 会是整个争端的结束 还是全面中东战争 升级的开始呢 当然很多一般预测是可能会 升级的开始 你看看伊朗跟他的盟友 就开始会宣称说 这个新瓦被杀了 进入新的这个升级阶段 另外一个状态 当然真主党也是做这样一个宣布 然后伊朗则说 新瓦的这个死亡 会强化了这个反抗精神 但是你要看看 真的除了伊朗跟这个 所谓的叶门的胡塞组织 和真主党和加萨地区的 这个哈马斯 你们真的就是这么完完全全联系在一起 还是你旁边的一些盟友 是不是有人已经 这个先落跑的 那我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讲到 联合国不是派出一支 维和部队在以离边境 在黎巴嫩的这个 以色列的旁边 然后当时不管是爱尔兰 军队的这个联合国维和部队 造成更大的这个伤亡 结果现在看到 以色列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啦 因为当时中国不是说 中国大陆他的维和部队 还是驻扎在那边 会宣称说一定会帮助这个 黎巴嫩 结果没想到现在发现说 他们本来要坚守在那个阵地的 三个小时之内 测光光 所以我刚才会说 除了你自己跟你的盟友 要挺得住之外 帮你的人 靠不靠得住 会不会跑掉 结果没想到 在讲完话之后的 中国的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 他的参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三个小时内 撤离了这个地方 因为就怕以色列的炮火 子弹炮弹不长眼 会波及到他们 又再一波攻击的话 怎么办呢 只要惨兮兮的 你看他后来发现说 公布他们这个 中国维和部队 所躲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地道 还有他的一个地下的一个阵地 有生活设施 有这些床 还有一些这个弹药 最重要的是 还有冰箱淋浴设施 然后抽水马桶 什么生活设施 应有尽有啦 当时以色列的这个总理 纳坦雅吴还特别提到 在以军清剿 真主党的这些基地的时候 还发现最先进的 俄罗斯的这个武器 所以当中国的这个 藏匿的地方 在地下的这个碉堡 或坑道里面 所有的这个东西 都被这个曝光之后 现在纳坦雅吴又直指俄罗斯 说俄罗斯的这个 高科技的东西 哈那的武器也在里面 下一个矛头 会不会就指向俄罗斯呢 当然大家也继续观察下去 以色列军方会不会发起很赖 又做出让人无法预测的举动 全世界都在问 以色列要消灭真主党的决心 有多强大呢 以色列从他发动地面战 到今天 简直到了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的地步了 你看 最近的发展 连党在进攻路线上的 联合国部队 他都敢轰炸 以色列防长已经延迟前往美国 拒绝被摸头 连以色列的作战计划 都不给美国看 因此我们都在问 到底是美国hold不住以色列 还是两个国家根本在唱双簧呢 郡相 以色列军队是不是真的杀红了眼 我们上礼拜其实就有提到说 以色列军队现在是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联合国的部队在这边 他可能都会直接对他开爆 果不其然 这两天你看到 爱尔兰两名军人 他在这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当中 他驻扎在以色列跟黎巴嫩 也就是离南的这个边境 大概有一个地方叫做纳鲁拉这个小镇 那以色列的这个陆军已经开到了这个离南的这个边境 开进去之后呢 他的这个一辆梅卡瓦的这个坦克 直接对着我们照片这个示意图上面的UN联合国军队 联合国维和部队 他的一个亮望台直接炮击 所以造成里面有两名爱尔兰 也就是爱尔兰他们出的这个军队 他们在里面 他两个军人啊 重伤啊 你去攻击维和部队的亮望台 这还有天理吗 而且是他的军事据点 那也就表示 你有什么正当性啊 以色列的站在以色列的立场 以色列就讲 我之前已经警告过你们 赶快撤离哦 不要待在那边哦 那我已经讲了 你不撤 那我打你 那不就是你活该吗 那你就不要怪我 所以碰到这个局面 你刚讲以色列 这不是太夸张 美国大家就很尴尬啊 美国这时候就赶快强推 这个联合国的1701号决议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1701号决议 是在告诉大家说 他联合国在以离边境 这边画了一条蓝线 也就是蓝线呢 就这个地方 这边是以色列 北方是黎巴嫩 珍珠党就在北方 对 也就是这条蓝线呢 以色列的军队 你不能跨过去 谁跨过去就违反了 这个1701号决议 但同时呢 也对黎巴嫩里面的 这个政府军 和他的真主党也有效果 也就是说 你这个蓝线以内呢 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他就可以协助黎巴嫩政府军 把这个真主党的势力 给驱逐出去 把他消灭 可是这个时候美国 他看到这样子 以色列已经撒红了眼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伊朗 据说以色列已经拟定好 对伊朗的报复计划 因为他料到伊朗 一定会被绞进来 他就要把他绞进来就对了 是啊 伊朗上次的那个 将近200枚 背弹180枚 以色列还没有回击 大家都在看以色列什么 要出手教训 还是背部伊朗 他一定会报复 他怎么打伊朗 全部的人都在等 美国你以为他不等吗 他当然也紧张啊 美国会讲说 奇怪以色列什么 还没跟我回报 纳坦雅胡什么时候跟我讲呢 纳坦雅胡最近跟这个 美国总统拜登终于通上电话 这是自从今年8月之后的以来 他首度又在通上电话 可是呢 美国官员 居民的官员有讲到说 期待美国从白宫到五角大厦 都期待以色列可以告诉他们 要怎么去打伊朗 可是以色列好像拒绝去分享 他要怎么回击 报复伊朗的计划 所以美国就感到很挫折啊 你这种挫折 你这种被拒绝的感觉 被摸头 我也不给你摸头的感觉 美国好像拿以色列没辙 是 美国好像hold不住以色列 他是真hold不住吗 还是根本两个国家在唱双簧 有可能 因为美国在里面还藏了一招 就是留了一手 你要知道美国在 这个以色列南部 有一个叫做内盖夫沙漠 内盖夫沙漠里面 有一个512站点 后来被踢爆说 这个里面竟然可以容纳美军 1000名士兵在里面 而且他里面耗资了将近 3600万美金 他在里面建设了一个 类似一个 帮以色列一个天剑系统 不管是他的这个 大卫投资所也好 或者是他的这个铁球 还有剑二剑三 这些他的整个防御系统 弄了一个完完全整的一个雷达 以色列 早期预警雷达 他怎么会让他的境内存在一个极机密 过去极少被拿出来曝光讨论的美军基地在沙漠里 那当然很少人知道 而且这个地方距离这个加仨边境只有32公里 如果我说这样一个早期预警雷达的话 大家或许会很难有一些概念可以联想 但我跟大家讲 就是以色列版的新竹热山雷达 这样您听得懂了吧 可以看得很远 看得极准 在小颗的被形容是 一颗乒乓球都看得到 是 当然你可以说以色列他面对 到时候伊朗 他有一些这个 如果要报复他的话 要丢飞弹的话 他这个射程 还有这个他的预警的那个雷达 可以掌握到侦测距离 是一两千公里以上 所以我们讲说 伊朗离得再远 上千公里 我都能掌握得到你 那当然 他也可以侦测到那个飞弹 所以美国再怎么不爽以色列 可是最后你要在一个 解放以色列的这个 这个程度上面 你还是要必须做到说 你有这个保护以色列的一个地方 而且不止这样 美国不是一直在提供以色列 很多的这个军事援助 还有包括高科技的武器 就拿F-35战斗机 我们上次有讲到 F-35真的是厉害 那现在以色列的这个 第二支F-35i这个中队 即将又要开始成军 那这个中队呢 它是全中东 唯一拥有这个F-35战斗机的这个国家 那洛克希德玛丁公司 当然他会全力协助他改装 加大我上次说的 宝型的这个外装 让他可以维持逆中的这样一个设计 还有让以色列 可以同时有这个任务的电脑 加大他的最在乎的航程 然后还有加挂他的飞弹跟武器 让他比如说可以飞到伊朗 炸完了再回来 都绰绰有余 所以你现在看到以色列 不断强化他的武装 你就知道说美国不满这个以色列 归不满 但是在重要的关键时刻 还有一些节点 这些东西他早就帮以色列传了 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是 伊朗会不会被卷进来 而伊朗如果被卷进来的前提 是不是以色列不顾 美国的所有劝阻 我就打你的核设施 我就打你的经济命脉 油田 炼油厂呢 现在全世界主流媒体 一致的点名这个国家 一旦伊朗被轰了 倒大煤 倒霉鬼 会是中国 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中国 大家会讲说伊朗远在中东 那中国远在亚洲 两边可以牵得起来 当然可以 伊朗是不是产油国 那当然是啊 可是如果现在以伊朗的这个石油设施 核武设施 被以色列这个军事力量攻击的话 美国除了会紧张担心 引起整个这样状况 连锁反应 那中国当然首当其冲 因为中国跟他买了大量的这个石油 据估计伊朗一年 大概就出厂350万桶的石油 有一半以上是用来出口 那一半以上的出口 那又有一半以上是中国在跟他买的 那这些这个支出 包括他的这个 光是这样的一个消费 350亿美元出口的这个伊朗收入 对他来说帮助很大 那中国就是最大的 跟他买石油的一个国家 90%的石油出口到中国去 换句话说相互依存 伊朗被经济制裁 中国通过买油 把钱源源不绝的送进去 让他可以有效的发展均武 两边是互蒙其力 那如果我斩断了 以色列去斩断了 伊朗的经济命脉的话 中国没有油可以买了 是还有当然周遭的波斯湾地区国家也担心 因为以色列这个伊朗 以色列攻击伊朗 伊朗会不会也报复其他国家 像2019年他就去打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设施 所以导致沙烏地阿拉伯 阿巴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 周遭的产油国他也会紧张啊 所以他就说如果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要去攻击伊朗的话 我们不会开放我们领空借到让他去 他要走就走伊拉克跟约旦那边 已经跟美国讲也请美国劝一下这个以色列 那刚刚讲到说中国除了跟这个伊朗的依存关系 非常的这个紧密之外 跟他买那么多石油 伊朗卖到那么多石油 还有一个就可以验证出来两国的关系 也就是说最近伊朗的这个总统 他在初期公开场合的时候 被眼尖的人发现到说 伊朗甚至已经部署到这个一款 他的一个无人机的雷射导引系统 意思就是说今天伊朗最以为好的就是他的无人机系统 他可以放飞风群无人机 不管侦查或者是攻击 查打不管他可以去打别人 但是他还要防止别人的无人机来打他 你得有盾啊 对就是反干扰 那个盾后来就被人家发现 怎么很像是中国的制造出来的一个神龙盾 神龙盾是中方的一个反无人机的干扰系统 它是一个雷射引导的 是用发射雷射的这个方式 那神龙盾甚至吃到神龙盾500 神龙盾2000 神龙盾3000都有都是中方的 而现在看到的画面 这个伊朗的这个东西 真的跟这个中国制的神龙盾很像 它是怎么样去用雷射的这个能力去反无人机 你现在看到的是可以穿透钢板 哇 它的能量这么强啊 它其实它的能量是10到20千瓦 那它的这个巴射的这个侦测距离 功率哦 对 它的功率 侦测距离是到5平方公里左右 但是它的射程可以到超过3000公里 我不是只有戳虾你让你掉下来 我直接空丘就把你肢解了 对 把你肢解打虾 让你无人机没有办法运作 就算你是封群的 是 它那个无人机因为功率不高 但是它可以达到很大的这个成本跟效果 所以这套系统是老公把它做的 对 结果这一样的一个套系统 不只它每次可以运行长达200秒 它的这个节省的效能还蛮大的 而且充电的时候不用5分钟 这在打仗的时候很快耶 所以为什么第一次交战的时候 它就可以充电充足 那看到这个系统 你就不难联想到 一个是卖它石油跟它买石油 那一个是又提供它的这样一个 反无人机的高科技的干扰 也难怪当这个 如果伊朗被报复的话 刹类弹的当然是跟中国有关 今天我们开场讨论到了 共军在清晨5点 大家睡梦当中 吴玉景宣布的这一场 还台军演 围台军演 他还有事美国可不可以 可不可能来派兵持援呢 他真想持援 恐怕也被多立分 为什么 画面当中你看到的 这个火药库开炸了 以色列基地遭到了真主党 无人机展开攻击 4死60伤 这是去年10月以来 以色列遭逢最大程度的伤亡 美国紧急快递萨德防空系统 是掌握到伊朗飞弹 这一次会准备猛攻以色列了吗 而现在更大的麻烦是 哈马斯已经搜集了 将近2万张的相片 锁定以色列的高楼层的建筑 准备复制911恐攻 恐攻的噩梦 甚至已经波及到了美国大选 这项事情真的大条路 13号晚上 位在以色列境内的一个军事基地 居然遭到了两架 这个所谓的自杀无人机的攻击 你在这个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这个军事基地 距离黎巴嫩大概有64公里左右 但你现在看到那个画面上面 好多闪闪烁烁烁烁烁烁烁的灯光 对不对 都是一整列的这个救务车 要往这个地方去 进行所谓的伤患的救治 那现在到目前为止 讯息大概有4名的士兵死亡 还有61个人受伤 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这一次是人家讲说谁攻击了 你马上出来承认 曾祖党立刻跳出来 他说对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干的 而且他说我这次是第一次 说我现在给你使用这个 所谓无人机攻击 攻击你这个 我以后可能还会再继续 那你知道吗 事实上对这次曾祖党 所使用这个无人机来讲 他本身可以携带40公斤的炸牙 最重要是他的攻击范围 可以120公里远 所以他在远处的地方 就能够进行这样一个攻击 以以色列讲 何止是以牙还牙 可能要加倍奉还 现在更可怕的一个发展是 他的发动地面攻击 冲进了黎巴嫩 锁定真主党 以色列会不会一点一滴 失去他反攻的正当性 相对的 你岂不让伊朗展开 攻击展开 报复 为他的小老弟出一口气 就更具正当性了 所以现在伊朗传出来讲说 他也跟周边的国家就讲说 如果你们选择跟以色列 站在一起的话 你很有可能是 接下来被我攻击的对象 而且据说警告的方式 也提醒了美国 但问题是美国在这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 他赶快把一些的 所谓的武器 移交到所谓的以色列里面去 像他最近 移送了一组 所谓的萨德反飞弹的系统 甚至在这之前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也移送了 一些所谓的火炮的部分 当然外界认为说 美国去协助 所谓以色列 是为了应用 像之前我们看到说 伊朗的所谓弹道飞弹的 这样一个攻击 那我们现在以色列来讲 以色列他现在获得了这些 包含到爱国者反攻飞弹这些 这个系统 他当然是能够有效的去进行 这个所谓的防御打击 这些东西 可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讲 现在也有外媒的 这个报导传出来讲说 像周边的国家 也已经跟以色列讲说 我们不会让你使用 我们的领空去打击 所谓的伊朗 所以看起来伊朗的 这样一个恫吓的一个方式 感觉上也收到了效果 更麻烦的是什么呢 我们真希望 接下来告诉你的 这一段预测 永远不要发生 居然曾主长收集了将近 两万张的相片要做什么 正在密谋训练一堆 赶死队 准备对以色列发布恐攻 而恐攻的噩梦 甚至已经迫及到美国本土了 对于以色列来讲 他想要报仇 或者他想要对这个 所谓的伊朗 这些进行打击的时候 他必须要更具有 这个所谓的国际的说服力 结果以色列的军队 在最近他们就讲说 我们在加萨走廊的地方 发现了一些这个文件 而且他说从这个文件里面的 这个内容来看 他说哈马斯曾经策划 许多的这个攻击事件 甚至包含到当年美国911 这个恐怖攻击 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 那个双子星大楼 被攻击的那个场景 他说我在这些资料里面 我也看到了这个哈马斯 曾经策划说要干嘛 去攻击所谓的以色列高塔 而且他说在文件里面 找到了这样一万七千张 左右这样一个照片 这些照片有干嘛 你知道有卫星拍的照 然后有无人机收集的照片 还有一些的是 你在社群网站 或干嘛上面 你去把Google下来 一些所谓的观光风景照 所以你没事 为什么锁定了将近两万张 锁定这么高的一个楼层 你准备下一个要攻击他吗 所以对于以色列军队来讲 他现在就告诉 这个国际社会讲说 他们现在收集这些照片 就是为了要攻打 我们这个以色列的第二高楼 他说位在特拉维夫的 这个七十层楼高的 这个叫做摩西阿维夫塔 基本上旁边都是所谓的 商业重心你知道 那如果今天去攻击的时候 他就是文件上面有提到 如果他攻击了这个 所谓的摩西阿维夫塔 那这个很有可能会造成 当地民众的恐慌 而且他上面还写说 因为这个所谓哈马斯 他也没有乱写 他跟你讲说 他们怀疑说 这个摩西阿维夫塔旁边 有以色列国防军的那个 那个单位在那 所以我如果把这个塔给垮 那个机会之后 也会去伤到所谓的 以色列的这个国防军 所以你去想 这个七十层楼 装了多少人 今天会打到这个地步 是因为去年十月 屯肯区的那一场大屠杀 上百人就这么没命 如果真的去攻击这个塔 那还得了多少人要陪葬啊 当然以色列方面 提出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 有人会质疑讲说 那你这样随便讲讲 我也会啊 你有没有更具体的 这样一个证据 结果呢 这个以色列方面 他就讲说 有他们在文件里面 有发现到说 他们其实在里面 有所谓的作战计划 其中有说呢 要用以色列的铁路系统 去运送所谓的炸弹 甚至还包含到什么 你知道 他说呢 就实质的 务实的作战层面来讲 他说也有包含到改装车辆 然后让这个车辆 像我们一般轮值 不是这个橡胶的轮胎吗 他说把它改装成什么 你知道符合铁路宽度的 然后用铁路来运送 因为这样比较快 没有什么塞车的这个问题 你知道 甚至呢 从海面攻击啊 也有说 把这个渔船啊 变成所谓的高速攻击船 然后把这个士兵啊 还有这个炸药 送到以色列的港口 当然还有 里面还有一些啊 比较 大家觉得说 不太切合实际 例如他说 我们如果这个 所有的现代化交通工具 通通都被这个阻止了 完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用嘛 用三人马车 用最传统的方式 一个人驾驶马车 然后两个人在旁边 还可以去进行攻击啊 或这些 所以这些东西啊 以色列都试图在 说服大家讲说什么 你知道 说呢 哈马斯他们是真的要攻击我啊 所以我现在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初击啊 跟我的攻击 都是为了保卫我自己啊 你今天不要觉得 今天人去描绘的 这个所谓的恐攻恶梦 卷土重来 都只有在以色列的本土上上演 下个月是美国总统大选的 没想到这个恐攻恶梦 已经笼罩美国本土了 是真的吗 你知道其实在川普啊 在之前 不是有两次啊 被讲说 他有遭到这个攻击 对不对 所以呢 那时候对于美国的 这个维安单位来讲 也很多人批评 你对川普的保护啊 是不是其实是有漏洞的 所以呢 他们这些所谓的 密情局的这些人啊 他们也去加强了 对这个所谓川普啊 在造势活动当中的 这种所谓危安 结果没有想到 12号的时候啊 川普他在加州的这个 要进行这个造势活动之前 那当时警方在周边的道路上面 就设下了这个管制上 没有想到真的逮捕了一个 非法持有枪械的这个男子 他们这个警方是说啊 这个男子非法持有散弹枪 还有一把这个所谓的手枪 跟一个高容量的这个弹夹 那结果呢 你知道美国警方 那个对外公布的是讲说 他们其实有可能是阻止了一场 说有计划的这个暗杀活动 但目前为止并没有证据讲说 这一个被逮捕的男子 他是要去谋杀 或是刺杀这个所谓的川普啊 但问题是呢 很多人就讲说 川普在之前已经两次遭到暗杀了 如果今天这些东西啊 没有被挡住的话 有没有可能川普啊 他真的被第三次暗杀 所以你知道吗 川普的团队啊 现在就开始提出要求 他说什么 他说呢 你们应该要保护我们啊 结果你知道没有 他居然要求说 要升级他自己的违安工作 包含什么你知道 包含要求美国政府提供 能够极弱飞弹的军机 来去接送川普进行造势 而且你知道吗 拜登啊 拜登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他也受到压力 你知道 拜登居然讲说 好没问题 你今天要求军机 我就给你军机 但他说一个 他说你只要不要要求 是F-15就好了啊 那我会老实讲啊 就是说 现在对于川普来讲 他当然有他的这个 危机感的一个存在 为什么 好巧不巧你知道吗 前面他是不是被人家 暗杀过两次吗 最近居然流露出来讲说 在2022年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呢 事实上伊朗啊 他们其实有做了一个 这个比赛 那这个比赛是一个 动画片的比赛啊 主要就是说 他们那个伊朗啊 他们那些人 对于这个美国其实有很多的不满 你知道 所以他们那个主题活动啊 居然是讲说 对于谋杀我们这些敌人 我们要给予他报复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啊 这是一个动画片 那这个动画片的作者呢 他居然透过这个 所谓的无人的 这个所谓的车载遥控系统啊 把这个无人车送到这个什么你知道 川普呢位在佛州棕榈滩海湖庄园里面 而且你可以看到上面 对于监视系统我就给你破坏 而且这个车子呢 就这样开开开开到高尔富雄小年 你知道那个动画上面 打球的那个叫川普啊 这个就是参赛的作品啊 旁边那个还有庞费奥你知道 而且贵夸张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拿出一张纸上面 他上面写说 你们今天做这些事情都要付出代价 而且你知道他每一个细节都注意到了 这个是国家的力量做出来你知道吧 他把刚刚那个阿拉伯文翻译成英文 对不对 而且他在动画片里面 还同步发送给蓬佩奥 同步发送给川普 说你们手机打开就知道 你们要付出代价了 结果这个影片你看 他的无人车载系统 那个雷射测距 开始把这些东西都瞄准 当然画面上面是这样 到最后是一片黑暗 但问题就回来了你知道吗 这个影片在当时还获得了什么你知道 还获得了冠军第一名的这个奖品 你这动画片做的真的太棒了你知道 所以对于川普来讲 这些东西的这个真相 再加上他确实曾经两次遭受到这个袭击 他怎么不怕 所以他现在要求这个美国政府 要提供他军机来保护他的安全 中东局势 我们再一次看到 以色列真的好凶 你放眼全世界 大概只有他的斩首行动 是连环斩斩斩 现在我们看到 首度曝光的2000磅的钻地空袭的第一视角 这一次的行动斩杀了 珍珠党领袖纳斯拉勒本人 还有他的继任者 还有继任者通杀 更可能是地面战 以色列的地面部队正在黎巴嫩境内倾角 针对珍珠党可能藏匿的地道 通通用水泥把它封死 要把地道变成万人肿吗 背后渗透的最大幕后的扮演的角色 居然是以色列18年磨一剑的 9900神秘部队 那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讲一句话 我们的世界怎么了 怎么了 四大爆点 中东越来越可怕 俄乌越来越可怕 南北韩 北韩在今天 北韩正式通知美国 他从来不通知美国的 干大事了吗 一个 我跟南韩之间的铁公路 全部封锁中断 第二个 边境的要塞 我全部要强化加固 开战前的讯号 对 现在一个最新最重要的发展 曾祖党求和了 这不可思议的事情 曾祖党以前有一个说法 一年前就讲了 加萨不停火 我们不停火 是 结果现在曾祖党讲了一个新的讲法 不用跟加萨停火 绑在一起 单独谈停火谈办 他被外界形容是伊朗团伙当中最硬的那个拳头 为什么转变了 好 为什么 第一个他跟加萨绑在一起 现在他跟加萨脱钩了 第二个 以色列现在要打伊朗了 他跟伊朗的人也脱钩了 你打伊朗好了 我单独跟你求和 为什么要求和 因为以色列太恐怖 太不可思议了 我告诉各位 这个是曾祖党的首脑 长期的首脑 是 他担任曾祖党首脑25年 对 曾祖党首脑25年 他叫做这个纳斯拉勒 结果9月25号被以色列炸死 是 以色列早了他25年 居然现在9月25号把他炸死 对 好 他的接班人叫雅丁 10月4号以色列把他炸死 是 雅丁的接班人新的领袖 叫做萨拉丁 是 是 纳斯拉勒的表弟 对 对不起 现在又被炸死 哪有这种斩首 就是我刚刚讲的 斩首了领袖本尊 他的继任者 继任者的继任者 通杀 告诉你 这绝对真的 为什么 那谈雅胡出来开国际记者会 他说什么 说 杀 为了弥补 曾祖党领袖的空缺 他们就开一个会议 对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了吗 没人愿意当 开了12个小时 选不出来 谁上去 谁就是下一个要被杀的 最重要这个人 这个人叫赛义德 他本来机会是最高的 大家都推选他 对 你知道他说什么 我不当 为什么不当 担心妻子的安危 我告诉各位 赛义德后来开了12个小时 憋不住了 是 他要去上个厕所 他去上厕所 对 上完厕所一回来一看 投票结束 他当选领导人 他被选出来了 他后回去上这个厕所 好可怕 他不要当 现在没有人要当了 好 为什么以色列县攻得这么厉害 以色列现在 第一个 全面的空投 四个师 四面 七线作战 已经地面部队已经进去了 是 各位他厉害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这个GPS定位的碉堡克星 导引大人太厉害了 一打下去 你知道几公尺 几公尺 二十公尺的大洞 很准 二十公尺的大洞 你不可思议的 安老师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关键字 就是地面部队已经翻山越岭 直接在尼巴嫩展开地面作战 他们在那边进行怎么样的战斗呢 以色列就是三个字 杀无射 我刚刚讲了 他空袭 用碉堡克星 你藏在地下 我全部把你炸掉 然后我地面部队进去 你藏在地道里面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用玉瓣水泥车来 我根本不去打你 你拿水泥车来干嘛 我就把你的入口全部用玉瓣水泥车 封死 一个一个封死 我就再让你在地道里面 等死 就地震亡 你把它变成万人肿了 对 所有地道 全部我不清理 不扫荡 不去打击 好狠 我就玉瓣水泥车 一辆一辆开进去 全部就把你封死 封死 封死 我看你在躲到地道里面 那我问你 地道是极其神秘 而且难以捉摸的 以色列怎么可以这么转转到 这边有地属 那里有地属呢 好 这就是我要告诉各位 以色列真的全世界 我认为最厉害的国家 情报最厉害 好 大家知道 纳斯纳斯宁当了 政治长25年领袖 对 以色列多次要杀他 其中有三次 从2006年开始 杀三次 第一次 砰炸下去 情报错误 对 他不在这地方 对 第二次 第三次 情报是正确的 是 他躲在20公尺 他很深啊 炸弹只炸了15公尺 对 没把他炸死 好 这一次 为什么把他炸死 我告诉各位 大家一定以为是摩萨德 对不对 错 摩萨德是做间谍活动的 现在 以色列有一个多厉害部队 他叫做 巴尔洞洞部队 巴尔洞洞部队 是属于国防部情报局 下面有个更厉害小队 叫 9900 9900 我跟大家 我认为全世界最厉害 他们做战场 描绘 整个战场描绘 他怎么做呢 我跟你讲几个 第一个 无人机卫星 长期 在黎巴伦 郑主党上面 啪 一支环音 然后用AI大数据 去做统计 对 就把你的部署 人员多 人员少 什么地方有火箭 描绘得清清楚楚 这第一步 是 第二步 我告诉你 然后 他开始 渗透 渗透 听清楚 渗透进了 所有 好 你 徐俊相 我为了被窃听 我不用手机 是 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 你的朋友 手机 电脑 甚至电视遥控器 全部都被害进去 我本质上 我还是先控制你了 那你只要一联络 我通通知道 还有一个 连你家里面 电视遥控器 你都没想到 会被害进去 好可怕 为什么 电视交易一开 再看 东盛右右台 就知道是你 小孩在看 所以曾主党 自以为躲在地道 没事 你在摩萨德 在9100小队的眼皮子底下 根本是楚门的世界 当然 当你在看 这个五七报新闻 我就知道 是你本人在看 或者是 你家的谁在看 对 好 第二个 他用这两个 已经把你行踪到 还没完 第三个 他用18年的时间 开始把人 他的人 全部 散透进去 因为人 好散 好散 2012年 叙利亚爆发内战 对 曾主党 辞员他 大举招募新人 是 他新人里面 一堆 都进去 你说是 以色列人 混进去 当他们的 哎呦 这些人 全部混进去 当 曾主党的新兵 18年来 他把他部队 谁是领导人 谁是干什么 驻扎在哪里 整个战场地图 摸得清清楚楚 第四个 曾主党 真是想不到 曾主党 有一个就是 他的干部 或者领导人 走了时候 他们一定要有一个 盛大的庆祝 盛大军 一定有个烈士海报 注意看 有烈士海报 看到没有 好 棺木上 一定有个烈士海报 好 烈士海报会注明 这个人是在哪里 被炸死的 是 这个人是属于 什么部队的 但是什么植物的 彰显他的一个过往 以色列知道 这个人是什么部队的 什么旅的旅长 他在哪里被炸死 那个旅就在那个位置 旅布连就在那个位置 自曝你的基地位置 他根本不知道 他用了18年时间 把这些 所有的烈士海报 全部收集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这个部队 驻扎的地方 谁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你 早就摸得清清楚楚 所以这一次 他要去把他的领导人 为什么这么准 棒一个炸死 棒一个炸死 棒全世界没有这么厉害 我告诉你 他花了25年时间 努力地渗透 收集情报 全部收集得好好 用于一旦 所以你看 你世界多厉害 他用了多少精神 去做这些事情 老师你刚刚提到了 今天如果他可以花18年磨一剑 杀到真主党 现在投降了 180度 我不占了 我们来和谈吧 可是你刚刚又埋了一个梗 你说更恐怖的是 伊朗跟以色列 终须一战 以色列跟真主党 虽然杀的 这个雪光四射 但真正中东战争的观念 以一 会不会终须一战 我认为终须一战 我跟大家讲个例子 现在这个时间 伊朗 以色列国防部长 应该在什么地方 在以色列啊 在华盛顿 约好了 他今天要跟美国国防部长 在华盛顿会谈 所以他现在在美国 对不起 不在 他出发前一个小时 一个电报打去华盛顿 不来了 延迟 我现在不来 我延迟来 什么理由留住他了呢 因为他知道美国要劝他 他不能给承诺 他不要去 那美国要给他取下什么承诺 华盛顿邮报说了 华盛顿邮报说 美方向以色列承诺 第一个 你不打特定目标 什么叫特定目标 核设施 油田 这两个你不要打 核设施油田 你不打 我就给你补偿 什么补偿呢 全面的外交保护 武器援助 就是你只要不打他的核设施 以色列国防部长不敢去 去的话你逼我牵这个 我就不知道 所以各位 他居然 临时延迟去 非常非常可怕 现在传出来 以色列决定摧毁 伊朗十个城市 但是目前传出消息是 他不打核设施 他不打油田 他打两样东西 一个是跟太空有关的设施 太空基地 太空发射中心 太空发射台 第二个 飞弹基地 如果他只打这两个 这个中东战火 还不会一下爆发 你说的是如果 但接下来 马老师要带我们来看 的是匪夷所思 美国要拉住 以色列的拳脚 不能打核设施 怪了 说不能打 为什么伊朗的核设施 周边发生了诡异的地震 而这个地震 这是自然形成的地震 还是地体核爆呢 各位观众 现在出现一个 超级超级超级大的变化 10月5号的晚上 居然在伊朗 萨姆兰省 发生了一个 4.6级的地震 马老师 地震有什么 伊朗本来就在断层区 发生6.7级 这个地震有三个不寻常 第一个 没有侦测到压缩波 地震一定要有压缩波的 为什么没有压缩波 第二个 它在伊朗最大的沙漠中心 为什么会在沙漠中心有地震 第三个 只有这一个主阵 没有余震 没有余震 你看这个波形 后面干干净净的 对 干干净净的 没有什么余震 好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怀疑 这是一次在地底十公里的核弹事报 真的假的 那这核弹事报为什么在这时候事报 就是让美国跟以色列知道 我伊朗已经做出核弹了 不要逼我 我已经有核弹了 我已经做成功核四报了 你逼我 打得我太凶 我告诉你 伊朗已经是核弹拥有国了 以色列有没有核弹 没有啊 以色列有啊 以色列有核弹 当然有核弹 而且世界估计 以色列有八十枚核弹 但是大家都不讲 你伊朗现在用核弹来威胁我 会不会直接先下手为强呢 要看美国提供的保护到什么程度 以一会不会大战 全世界都在问这个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 以一如果发生大战 会不会引发世界大战 中东世界真正的大危机 现在开始危机倒数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 马老师要带我们来看到的是 几天前才说 伊朗按兵不动 它一点都不愿意卷入 以色列跟真主党的战火 结果 伊朗动手了 发射了超过180枚的弹道飞弹 明显就是瞄准F35的 以色列空军基地 还有伯萨德相关的设施 以色列呢 架起了三成的防护网 一个晚上烧掉了超过400亿 也成功拦截来犯的导弹 以色列预告了 他一定会做出更猛烈 而且更具毁灭性的打击跟反击 这个时候美国角色至关重要 拜登要架起防火墙 但是他拦得住以色列的拳脚吗 伊朗 重拳打了以色列 是 军相问你三个问题 是 第一个问题 以色列会不会反击 一定反击 一定会反击 第二个 他会怎么样反击 会怎么反击呢 纽约时报说 他会打他的核设施 会打他的油田 是 那就世界大战了 不得了 好 第三个问题来了 比如说以色列打了伊朗的油田 打了伊朗的核设施 第三个问题 伊朗会不会再报复 会 一定会 但他太远面子了 是 打怪党 中东全面战争 是 影响全世界 现在正往这三个情境走吗 对 台湾都不能免于其幸 千万千万 好 是 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状况 忧心忡忡 谁 美国总统拜登 立即跟G7的七国领袖 做了视讯会议 对 注意哦 拜登是代替七国领袖讲 是 讲了三件事情 是 第一件事情 以色列可以做出反应 是 意思说你可以去打伊朗 因为反正我要拦 也拦不住你了 对 你去打好了 第二个 四度 各位观众 四度 不要打过头了 不要 四度什么意思 轻轻揍一下就行了 还有一个 不要去打核设施 打核设施就不叫四度了 是 拜登警告以色列 四度 对 好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伊朗这次 飞弹呢 是从六个地方 不同六个地方 是 去打以色列的 对 那 他打以色列呢 缺点 你看这个多可怕 六个地方 啪 一百八十一枚 这个中程弹道导弹 是 去打以色列 那这个缺点是什么 他这一次 虽然很多是发射车 发射出来的 但是你基地的位置 飞弹的位置 都被以色列 增防到了 我告诉你 以色列回击 这些飞弹基地 都是第一时间 要被打的地方 好 以色列说 全速拦截 我认为 以色列说大话 没有全速拦截 但是也拦截了不少 因为为什么 我们有看到 各位要知道 这些很多是吹片 是 很多是吹片 是被拦截 吹片 这些不一定是飞弹 这些是被拦截 打下来吹片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 以色列确实 拦截力量是很强的 但是我们也有看到 飞弹落地轰炸 爆炸 但昨天都出来了 但昨天都出来了 最可怕的是英国航空公司 飞往杜拜的飞机 居然在飞机上面 照到了 你看这只 等等 所以这个突如其他 连民航机都没有被告知 对 你看 太危险了 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 飞往杜拜的途中 看到飞弹一粒一粒 你怎么可能闯过枪林弹雨 我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现在 全世界航空公司都插了弹 对此的要打回去 对 所以现在 汉沙航空已经说了 它今年完全不飞特拉维夫了 那包括荷兰航空也说 对不起 我三个航线全部停飞了 好 那最绝对一件事情 伊朗立即把两个视频放出来 里面是什么内容呢 一个视频就是 我的飞弹发射现场 哇 这个是极机力的 我就怕曝光它还给你看 对 看得非常非常 你看 哇 它的发射非常强 是 各位有没有看清楚 它这枚飞弹是在什么地方发射 车上 飞弹发射车上面发现 那它飞弹发射的意思是 它也知道以色列情报收集的厉害 对 它不让它看到它的飞弹基地 好 情报发射车 咻咻 然后更重要一点 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这发射是什么飞弹 各位一定要有经验 上一次以色列四月的时候 发射三百枚 三百枚都巡航飞弹 那是一试一试 很容易被打掉的 这一次是中程弹道导弹 不但是 看到没有 中程弹道导弹 不但是中程弹道导弹 更重要的是 居然被认出来 是伊朗的法塔赫 极音速飞弹 极音速 对 好 极音速 我一定要跟你讲 法塔赫 它号称15飞音速 15马赫 那怎么拦得到它 射程可以打140公里 对 400秒之内 400秒 就飞越一千多公里 从伊朗打到以色列 是 但是 我个人在那边 跟各位观众讲 我看它发射出去 我认为 它没有到15倍音速 是 不可能 如果15倍音速 吹牛的 吹牛的 是 15倍音速 对不起 拦截不到 我甚至认为全世界 是 所有的防御员 包括美国的宙斯神盾系统 9倍音速以上的 都拦截不到 对 所以它不到15倍的音速 好 老师问你 就是说 短短一个晚上 摸黑的突袭 180枚的 弹大飞弹打过去 它都打以色列哪里 好 第一个 各位观众 它打了两个地方 就是 以色列的两个空军基地 是 习近 你看 完全 这就是空军基地 注意看 好可怕的画面 这个是以色列 内瓦地姆空军基地 我跟大家讲 内瓦地姆空军基地 以前全是F-16 现在F-16全部撤掉 换什么呢 F-35 隐形战机 哇 它是完全针对性的 它是针对两个 全部是F-35的空军基地 阻止以色列 F-35 空中加油 去奔袭 伊朗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 它最恨的是谁 我问你最恨的是谁 摩萨德 摩萨德 它跑去打 摩萨德的总部 跑去打摩萨德总部 那真的有一枚 就在摩萨德总部旁边 你看 这就是摩萨德总部 各位看 这是这一枚 被没有拦截到 所以以色列说 全部拦截到不对了 这一枚注意看 就打摩萨德总部 打到地上了 不得了 各位看 这枚打下去以后 现场 好大一个坑 各位看 各位看 这坑有多大 哇 看到没有 这个看得可怕了 就简直中程导弹 看到没有 这坑 但是没有打到摩萨德总部 他打摩萨德总部 马老师 以色列究竟会怎么样 去打伊朗 他真的会去K他的核设施吗 拜登是不准 拜登说 你不要给我打核设施 但是一 我认为以色列 很肯定打核设施 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就是 叙利亚当年 注意看 叙利亚当年 做了一个核设施 2004年 以色列就用卫星 一直看到他 看到他之后 注意看 以色列派了八架 F-15跟F-16 八架出动 去丢了15吨的炸弹 直接轰炸这个核 反应核 哇 炸掉了 15吨的炸弹 八架去轰炸 而且回来之后 八架的飞行员 跟总理 国防部长 全部还合影留恋 以色列很少做这些事情 那 以色列把他炸了之后 全世界不知道谁炸的 以色列也没说是我炸的 到十年之后 以色列告诉伊朗 我炸的 你有种再来看看 这件事情十年后才解密 才解密 好 导播看这张照片 这是他原来的样子 对 这他被 直接被开罐了 被开罐炸的样子 好 那现在 所有人都在问一件事情 以色列 以色列究竟会怎么打伊朗 我认为第一个 核设施是会打 第二个 油田会打 这是他的命脉 第三个 飞弹基地 跟空军基地 贪瘫他的武装 他就这三个会打 对 好 那问题 到底怎么打 第一个 我要跟各位观众 另讲清楚 你晓得 伊朗的空军 是不堪一击的 伊朗的空军不堪一击 伊朗的空军 连台湾的空军 都打不过 因为他是第一半 是当年美国给他的F4F5 那很旧了 对 苏联给他 这个苏凯24也很旧 他唯一还稍微好几 有一个第一个中队米格29 所以如果空军去 对 以色列空军 他是没有招的 他唯一的招就是 他有全世界最大的无人机群 是 他无人机厉害 第二个 他的防空飞弹 他有自制的防空飞弹 还有俄罗斯给他的萨姆300 是 但以色列不怕这个 对 那以色列打他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用中长城导弹去打他 对 而且他还有核弹头 但是 我在这边给大家讲个秘密 以色列 究竟有什么中长城导弹 这是全世界秘密 连美国人都不知道 以色列从来不公布的 这一次如果他打伊朗 以色列最神秘的中长城导弹 就会曝光了 是 第一个打 对 第二个打就是用飞机去打 但以色列 飞机很远 就要空中加油 是 空加油 那空中加油 以色列没有长城轰炸机 对 所以他就给美国说 你给我加油机吧 空中加油机 美国不给 对 不给 以色列又自己刻苦 是 把波音707 改成空中加油机 成功了 成功了 美国一看成功就说 那我卖你空中加油机 但美国空中加油机 要明年才会去 是 所以 以拖待变 所以如果他用F-35 去拖F-15 是 去打伊朗 他就要用自己土产的 对 波音707的空中加油机 去打伊朗 这也是以色列空前的第一次实验 F-15 这个炸弹卡车去打熊猫啊 打熊猫 所以 究竟是 F-15 F-35 去轰炸伊朗 用自己土产的 空中加油机 还等明年 他等不到明年 或是他最神秘的 从来没曝光的 中长城导弹 去打伊朗 好 那 这一次还有一个关键角色 就是 拜登 下令 两个美国的 飞弹驱逐舰 去拦截伊朗的 你说两天前 那个一页180枚的时候 美国有升空拦截 而且我告诉你 大家一定要知道 美国海军的宙斯神盾防御系统 是全世界第一套数位防空系统 它的正向雷达 看得很清楚 它有11个大型电脑 去帮忙算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准的 但是它只发射12枚 我认为12枚 通通拦截成功了 最后我要讲一个 以色列这一次为了 为了这个打伊朗 它三层防空系统 第一次曝光 铁穹 大家都知道的 低中高 低中高 是 铁穹大家都知道 对 第二个就是 大卫防御 是 忠诚的 对 最后是箭矢 火箭就是高的 它三层防御 你知道吗 这一次为了打伊朗 它花多少钱吗 多少钱 烧了429亿新台币 为了防射180枚导弹啊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它的三层 现在有一件事情 我也要跟你讲 是 台湾跟以色列说 你的铁穹教我 你的大卫教我 你的剑士也要教我 我也要中高层三层防御 这一次台湾也在默默地观察 默默地学习 希望中东不要爆发 全面战争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了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 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更健康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哇 真 像 咱们咱们咱们 我 都仍然调 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